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 看我身后这个二手运钞车 经过了昨天和今天一伤我们的疯狂改装 大概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又是新的一天呐 看他们整的啥样了 他们还是比我们先到的这 我跟盈盈我们是后来的 这棍子打的差不多了 这床也快整完了 挺带劲的 这块有个摊 然后上面有一块板 然后带到这两个床柜中间呗 挺好 设计得不错 这两侧的箱体已经固定好了 中间搭一个板就是后置那个横床 小猪上那个床底去拧螺丝去 从中门采访一下大坤 吃啥呢 吃了一块糖 忙里头闲的 嘴不能闲着 吃糖不当我们大伙 整啥样了现在 现在这个主体结构 基本上完事了 就差里面那个内部结构了 它有个后置的抽拉厨房嘛 我给它设计了 当时它说厨房的位置不知道放在哪儿 车里面空间也没有了 洗手盆啥放不下 后来干脆就放在后门 做一个后备台厨房 后备箱厨房 后备台是什么 后备箱 后备台厨房是原的那种 也有 到时候做完看个效果 现在也不好说 最后出来成品是啥样 嗯 好了 撕上厨房 可以把子就是固定住了 对 它后门如果要是需要开门 或者是拿东西的话是从哪开门啊 就这棍里吧 对啊 第一这个床板是活的 整个拿起来就总是漏出来的 第二这块有一段外置抽拉厨房 这块还能抽拉呢 这么宽 能再这一米 往外能再一米 这个那正门这整个箱体至少都有一半是厨房了 是 它中间这块板就是淡在这个台上就行了 对 淡在这个台上 有一个盐 这个盐 对 大坤在这研究抽拉厨房 那个门开到哪 这个还是 这个你就是 还是一种死的那种 对 你就是抽牙这个 你这样放了方果都没毛病 他说做成两截的 这树牙的面全了 树牙的面 大坤在这拉完去呢 所以你擀两半 不擀两半 你把它抠开就完了 这边留个边 那么抠 抠完就把这箱体大了一抠就完了 大坤 后面这个床箱做的挺大的 你看小舅都能坐在里面 小舅是蹲在里头的 也不得劲 为了干活在里面蹲着 感觉变魔术 沾上封面条之后 都是真显干净 前面这侧的吊顶已经完全都封好边了 看 干干净净 板板净净 到时候再把这个天蓬上的皮子一提 那老漂亮 看超大的储物空间 上面还加两个小吊柜 那个是156 储物是非常带劲 这边是一个整体一个 像厨房的那种抽拉灶 抽拉厨房 还可以放点那个储水的水桶啊 小料啊什么的都可以 大坤准备要搁弹到中间的那块板子了 最后一块床板 628块板 628块板 1分小姐 嗯 把它的行了 正常好好 这铁皮真难断呢 哎呀 给它修修吧 嗯 要不然那边长长着 对呀 咱管的就是后半部分 前面这块 那也不能瞅着它这样 它自己也整不了 嗯 再赠送它点服务吧 给它这块刷拭一下 简单 那你咋整 要不太难看了 对呀 西安西安在那边都露铁皮子 对呀 咱们后面那个自己 咱们坐这个床的那个美国 嗯 我想起那个综艺节目了 几千小账 对呀 它有那个向往的生活 嗯 全都是经费有限 对呀 你把这个 那个都撕你了 上面那个 嗯 不要再往上穿穿 这属于是运钞车的一个灵魂呢 装了一根金条在这 没办法的 那实在是 要 太愁 不是 拿一块板垫好 一压 吓我一跳 哈哈哈哈 那我还不懂得 我还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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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